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装全部都是黑灰色系 衬衣都是白色蓝色的浅色系 制约装最重要的是剪裁得体 又不能妨碍动作 这次刘亦菲的制约装中有一个很值得点赞 就是裙子的腰位比较高 这是一个很低调时髦的穿发 就很好地装饰了多方人的身材体力 隐隐地展现了她的大肠腿哦 比较吸引我的是刘亦菲的发型 她偶尔随身会带一个发夹 一旦进到工作状态就把头发盘起来了 这样子就很得体 成熟的发型会帮她加分很多 当然眼镜也适合给她的心灵加分 其实男人都很想看波及下的姑娘到底长什么样哦 我注意到刘亦菲在电影中的服装 其实很清淡点是颜色都是浅色系 材质上呢则是以针织 针丝为主 这种和职业妆有所反差的温柔会让男人很有保护欧 其实搭配服装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自己气质的修炼 清新妆应该表现得娇羞 看男神的眼神更多的是一种含蓄 而职业妆的气质应该略带沉稳 头微微一偏 萌的男神一塌糊涂 浮得只能感叹 她妆都见到我了 然后看着她冷静三秒钟 一二三直接扑倒 我喜欢的东西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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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东西 好吧 这还真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呀 我喜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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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想看你 我喜欢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